把凤林的黄豆百年老店找回来 台湾本土非基因改造黄豆产量相当的少 由于台湾的人力成本相当高 让黄豆在市场竞争力上也就遇到了瓶颈 凤荣地区农会近几年来积极的辅导农民 以科技转种非基改的黄豆 希望能够找回往年的豆奶百年大业 凤荣地区农会近几年推动黄豆复根计划 目前总耕种面积超过50甲 而这周陆续完成了播种 现在农业生产萧条而杂粮还有发展的空间 目前黄豆玉米小麦粮食 自给自主率相当低 但是早年耕作的人力成本也相当的高 但是在现代化科技的投入之后 一个人就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完成 以前人工的时候就更久了 以前人工的话 这个一个人人工播种一天 大概是两分 一分到两分左右 一天哦 所以一甲地 大概要十个人做一天 一甲地哦 对 十个人做一天 所以现在机械化之后呢 现在机械化之后就是 就是我一个人一天要 可能我们机器就装四甲 四甲 所以一个人是四甲 就不是一个人是四分 呵呵呵 因为农粮署推动 稻作是选三政策 目前也有许多农民配合政策 在其中一座改种植黄豆 凤地区农会也希望 借由豆奶工厂的设备改善之后 未来能够将黄豆 以更多元的品项打开 黄豆制品的市场 记者凌杰 封林郑采访报道